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周卓華 卓浩洗米華 大家都知道 現年47歲 組織是肖慶在澳門成長 由於小時候不太喜歡讀書 所以早年就絕學了 早在1994年開始攝足澳門博彩業 更曾拜江湖大佬驅哥門下做他的徒孫 最早從事俗徵爬仔的相關謝太工作 技巧因為轉數快 腦筋靈活 洗米華改為借足一萬就不用先扣數 但爬仔會陪同賭客拿著借款換成籌碼 每下一注就從中抽取賭注的10% 例如下一注1000元 爬仔會拿走100元籌碼做利息 由於不用即時給利息 賭客心理上都覺得賭盤多了 所以亦落於借款 賺了第一桶金後 洗米華在2007年創立太陽城集團 適逢澳門開放博彩專營權 集團迅速發展 全勝時期 在澳門和海外合共擁有超過30間貴賓廳 和450張賭台 貴賓廳市場的佔有率 以盈利計佔全澳門的四成半 屬於行業的龍頭 他只是花了十多年的時間 就成為澳門的賭廳之王 都別說不厲害 邱卓華亦在香港和菲律賓 擁有四間上市公司 市值大約55億港元 有媒體就指 洗米華的資產淨值至少超過100億港元以上 在社會公職方面 2011年周卓華組織成立了勵志青年會 組織青年參與社會事務和義務工作 他曾任職廣東省政協委員 2015年3月 更被當時的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師委任 做文化產業委員會委員 家下當然不是 在發息之後 周卓華更捐出過不少錢的建設家鄉紹興 內地時不時有災情時 也捐過不少錢 現在賭廳之王的穩落 的確令人有些唏噓 旗下公司何虛何從 仍然是未知之數 我們會繼續跟進 這集先看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Online和Share出去 下次見 拜拜